如何给孩子正确饮水 我们知道水是孩子必不可少的 然后我们孩子的话 一般来说新陈代谢比较快 所以说需水量也比较大 另外孩子的话 运动量比较大之后的话 他的不险性失水也会增加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应该及时正确地给孩子饮水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孩子的话不要等到他口渴了 才想起给他喝水 正常情况下应该按时 比如说一般来说的话 就是说一日三餐之前 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 应该给孩子适量的饮水 一般来说的话 对于比如说一到三岁的孩子的话 一次的喝水量应该是在 100到150毫升每次左右 当然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孩子的话 可能是可以少量的一个饮水 对于一个就是特别是六个月以下的孩子 如果是纯母乳喂养的话 是不需要额外补水的 好 另外一个就是喝水的 每次的一个量的话 刚刚讲过了 就是不要过于就是说 过量的给他一次性喝大量的水下去 好 这样的话就是孩子的 就是可能胃肠到会那个引起不适 好 第三个就是说 喝水的一个水温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就是一般来建议的话 就是建议喝一个温水 或者常温的一个水 然后孩子的话 因为胃肠到比较焦弱 不介意饮用冰水 好 然后另外要强调的话 就是喝水的话 我们是建议直接饮用白开水 然后不建议饮用就是加糖的 然后再来建议喝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